岁末年中也许是更换保险计划或是续保的时机 而针对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如何在新的一年拿到最好的保险福利呢 南加州的华欣保险有详细说明 2016年的个人健保开放投保期已经开始了 你一定要记得要在12月15号之前完成所有的申请动作 新的保单才会在2016年的1月1号生效 那如果您的福利呢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情况下 您也一定要联系一下您的保险经济 因为同样的plan同样的计划内容 在2016年的福利也是有改变的 那比如说像大家非常喜欢的加强板银的计划 Silver94的计划 从去年的没有自付额上涨到今年有75块钱的自付额 那看医生的copayment也从去年的3块钱会涨到今年的5块钱 那包括像以前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同计划 也就是保大不保小的计划里面呢 2015年的自付额5000块钱 在2016年会涨到6000块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所以如果您想了解一下 我2016年的福利到底是什么样 那虽然可能您的保险经济已经跟您讲了 续保就好 交保费就好 那也最好联系一下您的保险经济 确认一下我2016年的健康保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千万不要等到看医生的时候 再收到一个很让人奇怪的账单 那这样子就不好了 那另外呢 如果您是在使用加州全保 如果您家里有低于18岁的小孩 如果您的收入呢 是符合在联邦的贫困线的266%之内 也就是说 如果您能拿到加强板银的计划的福利的情况下 小孩子会直接进入白卡 那或者是说呢 您有抚养老人 在您的税表上面 您的爸爸妈妈呢 也会直接掉入白卡里面 那还有就是 如果您的小孩已经超过18岁了 那虽然呢 您和您的这个丈夫啊 或者是太太 可以使用到加强板银的计划 这种情况下呢 小孩子也可以从白卡出来 那所有这些问题呢 您都可以联系一下保险经济 看一看对您全家来讲 到底在2016年 可以拿到什么样的福利内容 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图子 clinicians 我们下期待 就是这个图子 和你的图子 也无论